和复杂性 好 第一部分 我们就从 郎靖山的 最引人注目的 那个操作实践 他的一个 急紧摄影的 一个可能性的一个 表面的一个呈现 先做一个影子来 展开 那么关于郎靖山我就不用再 介绍了 因为他作为当代 最著名的摄影人 之一 大家看到他的经历 确实是 非常的丰富 你看他在上海学过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过摄影 后来又学绘画 后来又担任记者 你看记者是做新闻摄影 然后他又在上海组织过 中华摄影学社 推广了艺术摄影的 进步 关键是他以中国的 山水化理论为基础 结合摄影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特点 创造了我们所说的 就是 急紧摄影 那么这样一种 急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整个世界的摄影史上 你能够找到一些源头 那么郎静山是否从他们那里 得来灵感 这个话题我等会再给大家说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看到了 就是 郎静山他最早在国际上 得奖的一个作品 叫春树其风 那么 其实在春树其风的创作过程当中 郎静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和国外的那些 摄影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观众 后来他发现了 就是瑞典著名摄影家 伦安德在1857年的那种创作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叫拼贴的方式 所以就把它挪用过来了 但是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挪用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当年的那个 郎静山的春树其风 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合成 但是 它已经有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种气象 你看这些柳树 这些渔船 远山和近处的沙滩 都不是一张画面上所原有的 他选择了这些 独特的一个视觉的一个 呈现的一个方式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看似简单的拼贴 但是这里面蕴含了很多很有戏的印象 我们等会再展开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就是 就是 这个画面还有马赛克 没有弄掉 叫做人生的两条道路 这幅作品 我们先跳过去 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是瑞典德前面这一幅作品 就是瑞典德的人生的两条道路 就是它是一个用三十多张画面所拼贴成的一个巨幅的空间 方面上讲什么呢 就讲了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 他们的一个故事 就是两个儿子 一个走上了勤奋的道路 一个走上了一个就是吃和玩乐的一个享受的一个空间 那么两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就是对立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瑞典德当年就是用这种拼贴的方式来完成了一个 摄影当时无法完成的一则任务 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我们看瑞典德和郎靖山他的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尽管郎靖山是从瑞典德那里得到了一个灵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瑞典德的拼贴是因为他当时的照相机的感光材料 不可能把这么多的人物集中在这个画面当中 然后他只能一个一个分开的拍摄来完成 但是他最后完成的结果呢 他还是要形成一个忠实于好像和现实人生 现场很真实的一个在线的一个空间 就是他还是讲一个具体的故事 但是我们看到郎靖山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可能也很难从现场当中直接搬出这样一张 就是春树其风的画面 但是他重新所搬出的这些素材所构成的画面 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当中不可能存在的那种 更具有中国话语临近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瑞典德是要讲故事 而郎靖山呢 他是要讲意境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所在 再比如看一下当时和瑞典德齐名的这个罗宾勋 他所拍摄的画面像尼流这样的画面 画面上这些人物都是合成的 就是他所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一个少女在去世的时候 家人感到很悲哀 就为他在送中守灵的一个画面 尼流还没有去世 马上要去世 给他很悲哀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空间 大家看到是在讲故事 他不像郎靖山那样 是讲一种意境 讲一种很空灵的一种东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引出郎靖山和瑞典德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 郎靖山是从瑞典德的创作当中 所得到的一个灵感 所以我就这里说 他所采用的一个集锦方式 和西方的拼贴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他说集锦照相其 移花接木旋转乾坤 恍若出乎自然 你看他的出发点就非常的精彩 就是用中国绘画的理念 来和摄影结缘 这就是他的集锦摄影 所得出的对我们一个 最大的一个启发 当然这只是一个影子 对他的集锦摄影 我们后面还会有评价和讲述 他只是这里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我们对郎靖山的一个理解 对他的集锦摄影的一个视觉的呈现 要从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来理解 而不是简单的 就从他和国际上的那些大师的作品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模仿而已 这就是他的一个高能之处 反过来郎靖山后来为什么屡屡在国际上获奖 就是因为那些老外们看到了 郎靖山的作品真的是一惊一乍 因为照相树是他们发明的 但是郎靖山用了他们发明的照相树 结果做了他们所做不到的 那种中国绘画的一种理念 也就是说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中国绘画的一个背景的话 他们无法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和一种可能性 那么大家看到其实郎靖山当年的那些素材的拼贴 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 郎靖山他的难度要远远高于 当时的那些很多的摄影家 那么这是我当年在上海就看到过的 郎靖山的那个展览就是中的一幅 当然这幅作品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个局部 就是局部叫三三仙子 阿罗涓涓涓的这张画面 原作特长 好像有两三米再这么长 非常长的一个长卷 上面几乎有近百次鲜鹤 动静之间 关键是大家可以看看画面上的题字 上面是九九收 就是郎靖山这是在九十九岁的时候 在二房当中所做的实践 拼贴 你可以知道这是这么厉害的一个 生命的一种力量的一种呈现 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影子 我们对于郎靖山的理解 我们可以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上 有了一个录作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其实郎靖山的作品当中有很多的特征 我们可以慢慢给大家讲来 也就是著名的这个史学家 摄影史学家和理论家 陈生先生在郎靖山的摄影世界当中 曾经说过 就是在郎靖山的作品当中 很多作品为了追求绘画效果 采用了一些古老的照相工艺 比如说用纸来做底片 就是用纸来感光 感光以后再把这个纸的底片印成照片 这就是和当年的英国的摄影师 塔尔伯特所发明的那种 我们所说的卡罗法非常相似 因为最早的塔尔伯特 它的一个发明就是 它的感光材料就是一个很薄的纸 但是纸是有纤维的 结果这个纤维印成的照片 就会有一种就是这种纤维的呈现 结果你会发现 当时的塔尔伯特 他所认为这种纸的纤维其实是一种对影像的破坏 但没办法 因为他当时没有找到更好的材料可以代替纸 但反过来 朗金山却从这一点上得到了一个就是启发 也就是说他用纸的底片反而做出了 就是模拟中国山水画的意见和效果 因为这个纸的纹路很像我们元代山水画在纸上的那种 比较粗糙的那种宣纸或者那种纸画面的那种感觉 那么所以我说 结果朗金山就把那个就是塔尔伯特的缺憾 就变成了一种革新 一种进步 同时又是一种模拟绘画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从技术和工艺上来说 其实这也是朗金山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 就是当年的塔尔伯特的那个作品叫打开的门 在这个画面上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画面 其实是蛮粗糙的 就是因为它的纸底片所产生的一个机理和一个纹理 这是当年的一种缺憾 那么当后来其实也有摄影家 他选择了这样的方法 用这种机理是来模拟绘画 比如说 罗伯特·德马奇在田园当中 只不过他们所模拟的绘画呢 完全像油画 而不像就是朗金山他当年所通过的实践 用过特殊的纸的一个机理 就是产生了一种中国画的一种感觉 这样的一种中国画的一个感觉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就是使画一身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朗金山他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下面我们就回过头来 再继续讲朗金山先生在极井摄影当中所产生的一种 生成的一种变革和一种意念 刚才我们在影子当中所讲极井摄影 我们只是讲了他的一个源头 讲了他和当时的云南的罗贝勋 他们的一个相似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这里在引入两位 朗金山之后的比朗金山晚了很多年的 美国摄影家尤斯曼和泰勒 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先引入的一位摄影家 他就是美国摄影家尤斯曼 当然我们看一下 我上面写的1930年是他的出身 但是尤斯曼在今年刚刚去世 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去世 他整天也来过中国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而且他一生就是做暗房特级 和就是其工艺和就是老金山非常像像 他的作品卖得非常好 都是多重的一种曝光 在一张底片上的多重曝光 而且是用宁言的传统的像子所完成的一个视觉的呈现 这又是尤斯曼的另一种真实阴影之梦的画面 你看在04年他还坚持他的作品 在网上当时也是 因为这些作品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似乎都难以重复的一模一样 因为每一次遮挡和表现都会产生差异 不可能一模一样 而尤斯曼的暗房可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暗房了 为什么呢 他在暗房里面有七八台放大机 而老金山可能是不同的 因为他为了放大的方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仅有七八台放大机 他还铺在地台还放着高级音响 因为他一生当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暗房当中度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尤斯曼很少出去拍照 但是一拍就拍很多素材 把素材拍完以后把它做成小样 然后他的大部分时间就撞在暗房里面 开着音响听着音乐 然后把他的那些小样摊开在桌上 然后在一面看一面思索 突然发现 这张小样上的元素和那一张 比如说这个鸟和上面的那个扑克牌 和这个房间 包括房间外面有一个鬼影半的人物 这些不同的素材可以把它合成在一起 包括天空上的云可以进入房间 好 定了 他就把底片抽出来 在第一架放大器里面可能放一层云的底片 在第二个放大器里面放一张鸟的底片 在第三个是一个嘴上所显的东西的底片 然后再放一张房间的底片 再放一个人的底片等等 煤太放大器各式其职 好 然后在红灯下 他把放大器放在第一张放大器上 经过遮挡曝光了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放大器包括第二个元素 然后逐渐一个一个移过来 来完成了最后的一个 影响曝光 大家看来这个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哪一次遮挡的不对 或者是曝光少了 或者曝光多了 最后你会发现这张作品就前功尽弃 据说他有一次做一张画面 做完成 他是浪费了40张放大器 才做成了一张比较完美的一个视觉的空间 就像这样的一些画面 都是这样一个视觉合成的一个空间 但又有人体了 我就不敢多放 那么在这样一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了 尤诗曼他那种惨淡金银的一种结果 他的话题 等会我们再展开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 在尤诗曼后来的生活当中 出现了一位女性的伴侣 就是他的妻子 比他据说小了将近30岁 20几岁 20好像是4岁 好像24岁 那么这就是叫马基泰勒 结果他的妻子马基泰勒 也是玩摄影的 而且也玩合成 但是和他的丈夫尤诗曼最大的不同是 他的基石选择的那个合成是选择了 现代的数码的合成 因为说暗房已经做不过他的丈夫了 这是没办法的 所以他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我们所看到的他的这些作品的一个合成的空间 怎么合成 他先到跳蚤市场上 收集了很多老照片 以及很多古董的那种印刷品 以及图像等等 把它买下来 因为这些图像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没有了 对吧 然后把这些古典的图像通过扫描仪扫描到电脑里面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答案 然后在他的电脑里面 经过他的奇思妙想 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你看叫一个伴姐妹 特别有意思的画面 很有那种 我们所说的叫维多利亚的古典主义的风格 古典主义的风格 当时我在一篇论文当中就这样写到 我说尤士曼他选择的是最古典的 传统的银言的工艺 他所做出的画面 却具有一种现代的超现实主义的一种感觉 就是他的手法是古典的 但是他的画面是当代的 而他的妻子所带来的那个视觉画面 他用的手法是当代的数码的 但是他做出的画面却是古典的 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复古的一个 视觉的一个呈现 这对夫妻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后来我听说这对夫妻后来又离婚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我们就不再追究了 延伸下去了 但是我们就再回到了郎敬山 其实郎敬山的画面你会发现和他们完全就不一样了 但是确实他们的做法和郎敬山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他有很多差异 比如说像尤士曼他是用七百台放大机 就来完成画面 而郎敬山就用一两台放大机 是吧 而且你会发现当然他的妻子是选择了一个 就是数码的方法来拼贴 但是你会发现郎敬山他的风格和他完全不一样 大家能提议我怎么又没有答案 今天出轨了 那么我们看到郎敬山他的那个作品和这对美国夫妻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 不仅在手法上技法上不同 而且风格上就完全不一样 尤士曼时代有一种当代的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而他的妻子马其泰勒呢 却是带着一种就是古典的 维多利亚风格的复古的一个视觉的呈现 但是郎敬山你会发现 他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画的一种画意的一种 风格 所以他们之间完全是不同的风格的呈现 没有谁学谁谁借钱谁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从表面上来说 他们又是用了同种方式 所以郎敬山他的价值就在于这样的一种 他独特的用他自己的把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度 融入了他的一个创作实践当中 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对现代艺术的难以模仿 和不可超越的可能性 尽管你可以说你今天可以用数码技术 来完成这样的一种和他相似的空间 但是在1934年的时候 郎敬山就已经用他的方式证明了 他的对他的超越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 他已经站在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至高点上 你没有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积淀 你是无法达到这样一个视觉的一个呈现的一个高度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即便是拼帖也好 合成也好 移花积木也好 我们说郎敬山的驾驶在当今的一个艺术领域 他依旧有他一个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讲摄影的所谓的创新 摄影的创新它一定有一个前提是 你是你要做到别人无法超越你 你才是独一无二的 而艺术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独一无二 而且你比别人早一步占据了这个至高点以后 你会发现这一切就是你的一个呈现 当然它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可能性 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对于极井摄影在今天如何在发挥在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每隔两年在淮安所进行的 郎靖山的话语摄影的一个双年展 但是这个双年展 如果要进行的话变成四年展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拖了两年 本来说今年九月份还要展 现在又展不成了 有一次选手讨论会我会去主持 但是非常可惜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展览和研讨会 就是试图在郎靖山的极井摄影 画意摄影的基础上 找到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和一个进入 这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纪念郎靖山 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怎么在郎靖山的艺术的一个笼罩之下 走出你自己的路 简单的模仿是无法有新的生命力的 那么如果你说郎靖山和尤世曼有时候是否还有的一拼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真的很惊讶 郎靖山他的当年的那种事件 这幅作品就是叫有缘道士 有缘道士 你看这个道士已经升腾在云雾当中 给我们带来一个飘飘欲鲜的一个 魔幻的感觉 如果我们把它归录到当代观念摄影的领域 你说这完全可以有他的 一族之地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当我们回过他来看的时候 郎靖山的作品 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所说的话意的 中国的一个视觉的呈现 有时候在观念上 它也是特别的超前的 而且这样的一种超前 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思考就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怎么来突破 怎么来在郎靖山的艺术创造的实践当中 来找到更多的一种可能性和一种更多元的一种表达 这就是我们围绕景景摄影所展开的一个空间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再评价一下 郎靖山和尤士曼夫妇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首先郎靖山比他们早了几十年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郎靖山的一个实践 也是历经了很长的时间 刚才我们看到 郎靖山在99岁的时候 还在做他的一个创作 那么他在领先了尤士曼夫妇 四分之一世纪的情况下 又延伸了更长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创造力 那么我们说 我们把他这里做一个对照 也是有他的一个说服力的 是吧